当你们回到东北之后 回去之后的生活还顺利不 不顺利 不顺利啊 东哥你知道吗 南方和北方的生活差异太大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 极度不适应 我恨不得就是说 立马就是回去 后来是怎么又 慢慢又适应了呢 后来呢 是因为婆婆 她虽然在生活条件上面 没有办法给我改变太多 但是她更多的是呢 在心灵上面 对我帮助特别大 就像我的妈妈一样 就比方说 他们东北 冬天特别冷 是 然后我婆婆呢 就给我手缝 给我改一个 我能穿的裤子 给里面续上那个鸭绒 然后特别暖心 真的 最主要的是 她会在我和我老公 争吵的时候 来帮助我 向着我 有一次 我和我老公 吵了几句嘴 我就跑了大马路上 那天 除气的时候 外面还下着大雨 我就站在那个雨里边哭 我哭着哭着 我就看了一个身影 我婆婆 拿着一把雨伞 看到我在那哭 然后她就给我把那个雨伞 给我打在那打的 就这个事情给我初中特别大 我这六年来 既没跟她联系 也没见过 她的媳妇的一些责任 你说 我都这么对她 她们还以德抱怨 不但不计较我以前的那些 年轻时候的不懂事 还用她自己的 力所能及的 去包容我 去照顾我 我心里也是 对她们很愧疚 嗯 我想在这个舞台上 跟我婆婆说 妈 谢谢你 了不起的婆婆 今天婆婆也来了 对不对 对 妈妈也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请妈妈上场 好不好 来 请她上场 阿姨你好 来 不着急 慢一点 阿姨 听说最开始 其实您是不同意的 对吗 对 因为你看我儿子 他从小就得了小儿麻痹 淡起来 她只能爬 咱农村 种地 也挣不了多少钱 我跟她爸 挣点钱 就一直去给她看 跟我给她做了 五次大手术 哎呦 那守葵成功站起来之后 这个对于全家人来说 都是一个大事了 对呀 都二十几岁了 质地也差不多了 就是有点瘸 本来就行了 让她找一个 可以照顾她的 说个喜爱说 完了的 她跟我说 找了一个 比她更严重点 但是我就觉得 好像是天都要塌下来了 你知道照顾这一个孩子 我都 是 够拿上花点来 这再 娟儿 现在我跟阿姨聊的这个 您能理解了 现在能理解 对吧 我也是两个儿子了 我以后还得到活蹦了 是 我在想 如果我儿子 带一个身体不方便的 一个女孩子回来说 妈 我要娶她 我肯定想 我也似乎不同意 是 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 过得越来越好 是 越过越好 我看着心里也输 所以说 我妈的这种心情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 那阿姨 您后来又怎么又妥协了 又接受了呢 完了 她听我这么一说 她自己就偷偷地 买了一张火车票 也没跟您讲 没有 她生气了 箭头一年来的都没有 她也没有跟我联系 后来就跟我联系了 说天妈呀 我要跟她结婚了 如果你不给我拿火口本来 我就不回去了 你说天 我那么从小给她拉扯她 你说她要真是不回来 我就白那啥子 还是妥协了吧 完了我就想着 你说去吧 来回的车费还挺贵的 完了就行 等她妈以后回来了 是 把这钱不给她做彩礼 我就把火口本给她用去 当时跟这个面子 或者心里的这个 不是完全认可有没有关系 也有关系 多少有点关系 对 其实当时都那么拒绝了 也抹不开这个面 也真是不好意思去 阿姨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 因为他们那个要做使馆 我也是母亲是吧 是 怀个孩子 你说的那个得担多大的风险 是 从那时期我就 慢慢心就软了 转变了 对对对 后来转顺利地回到东北 对 有的时候转自己 一个人偷偷地委屈的时候 在那哭抹眼泪 您看着也会跟着哭 对对 因为你说这吃的方面 住的方面 你说我也帮不了 做什么 每次她哭的时候都很心疼 阿姨在你的心中 转是儿媳妇还是女儿 她比我女儿还在上 娟儿在你的心中 阿姨是婆婆还是妈妈 婆婆也是妈 而且这个妈 亲妈还要亲 最幸福的男人 来发表一下现在的心情 因为我这个身体 就能遇上这样的妈妈 和遇上这样的媳妇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高兴 就希望我妈以后的身体 越来越健康 我和我媳妇俩继续努力 让我妈能以后 过上更好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